大家介绍一封免疫虫育王器的使用方法 一封免疫虫育虫器由穿底育虫器 可调试防台底条 穿底王台条 控网罩王将框组成 这是穿底育虫器 装好了 可调试防台底条后 我们通过高颗纳米技术 在塑料潮处上面 雾化一层纯蜂蜡 雾化纯蜂蜂后 密封接受快 造皮快 没有通过高科技处理的塑料潮处 密封接受慢 甚至不接受 首先把穿底育虫器放入蜂群造皮 皮很快就造好了 造好皮后盖上控网罩 碾头用二十四号铁丝固定好 打开控网罩 打开控网罩 小门 放入蜂 contributions 放入蜂蜂蜂蜀 拖虫柱上面幼虫一目了然 把个别没有幼虫的拖虫柱做一下调整 这样就保证每个拖虫柱上面都有幼虫 把调整好的房台底条装上 穿底王台条 再装上王浆框 放入蜂裙 让蜜蜂撕胃 这是蜜蜂撕胃好的蜂王浆 使用免移虫育虫器取浆 无需人工移虫 审时审利 接受率高 幼虫丛林均匀 王浆产量高 人工移虫是无法达到的 下面介绍免移虫育王 首先拿出羽化幼虫的育虫器 取下可调适房台底条 然后拿出适龄幼虫的黑色托虫柱 再把黑色托虫柱 插入单个王台内 把蜂蜂烧化后 沾上蜂蜂焊在木条上 王台焊好后 装上王浆框 放入封裙 撕位就可以了 王台封盖后 用王台保护罩保护好 防止王台被啃 在王台出房之前 分到组织好的胶尾群就可以了 免移虫育王 幼虫没有动 王台接受率高 育出的蜂王质量更高 以上产品就介绍到这里 帮插入封变 了 圣 submission